聯發科工程師愛打扮 氣高薪改賣服飾 聯發科的高薪欠煞一般人 但六年級末段班的資深工程師劉威智 卻因為想教女友愛穿著打扮 放棄了高薪生活 轉行經營服飾店 高一七七體這個武器 那我的身形在台灣很難找來 那當我穿上我自己適合我自己的衣服以後 我感受到一些事情 那讓我的生活會越有自信越好 所以我就開始分享這一塊 然後也愛上了穿搭這個興趣 五年前她還在聯發科上班時 與兩個朋友在網路成立PLAN 走日本SELECT SHOP的風格 商品強調簡單好搭護花俏 因為覺得台灣男生在品牌 服裝品牌的選擇很少 那而且對自己對創業這一個一直都有憧憬 之後他們在東區開店 出貨量一下擴充三倍 但發現中國製的貨瑕疵率高 決定改請台灣師傅做 自己也去大學 上色彩學與經營管理等課程 充實專業知識 今年劉威志毅然決然 辭掉聯發科工作 全力衝刺品牌服飾 然後我會希望帶有以前在電子業的經驗 然後學到管理 來應用在補習這一個 那希望自己可以慢慢的爬升 提升到自己的事業的版圖 我們會有更多的自製商品 然後更適合亞洲男性 曾在法國品牌服飾店工作的Tim 是店裡的最佳造型師 剛開始大家穿衣服的時候都會有迷思 都會覺得穿到花花綠綠色才好看 那學校男生呢 只要掌握到基本的黑色白色跟灰色 黑白會三顏色 他做的錢的力量非常的大 穿起來也很有心 Plan的創業成本一百萬元 如今每月營收已達一百二十萬 扣掉每個月人士成本和電租等支出 盡力達二十萬元 知名燒肉店乾杯的店長王大佑 也是Plan的客戶 其實我喜歡讓我們家的東西就是 衣服就是很半正式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到任何展覽啊 其實都可以穿他們家的衣服 穿了很久我也都覺得出去外面很搭 他們的衣服都是一直有一個 不會退流行的那種感覺 在這個服裝的設計方面 因為每個設計師都有他自己的品味 所以在模仿上面要模仿是比較難 那如果說要進去到國外的話 那還是以東方為主 動新聞台北報導